做了一个高价型的浅液流水培叶菜种植的一个棚 今天上午是临时栽了一趟 先看一看效果 其他地方正在施工 如果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这个水培生菜到正月十五就可以采收了 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种高价型态呢 第一个因为是防止水盐 因为今年八月份的时候 这个棚堤是比较低 就算断过水盐 再一个提升工作效率 因为你站着无论是定职生菜 还是收获生菜 采收生菜 你站着干活和蹲到地里面去干活 工人干活的效率完全是不一样的 提升你的工作效率以后呢 实际上就降低了劳动投入的成本 这个是非常好的 还有一个 你看每一棵苗定职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苗直接放到这个定职人里面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你一亩地栽种一万棵苗 基本上一个人两个小时就完成了 这样的情况下 无论从定职还是采收 人工投入成本是最低的 因为这个叶菜类主要的成本就是人工成本 肥料一二十公斤都搞定了 是吧 然后其他的基本上没着钱 那更不用提了 是吧 主要是人工 但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把人工彻底省下来了 虽然说你每亩这种采用这种每一个水培的方式啊 前期你投入的成本可能一亩地啊 要一万块钱左右 这种高价子啊 要一万块钱左右 但是呢 你以后啊 在去 这个工作当中呢 要省很多了